海燕颱風重創菲律賓 慈濟舉辦議診 推動以公代證 還舉辦了大型發放 重災區毒魯萬事 一個月就大致恢復 受災的民眾不斷感恩 臺灣還有慈濟 今天早上志工分享感人故事 希望啟發更多人的善念 多少家園遭到摧毀 多少希望遭到磨滅 多少人失去性命 海燕颱風重創菲律賓 毒魯萬事 嚴重受災被聯合國誉為遺棄之城 慈濟之工深入當地 做別人認為做不到的 利用以公代證 只花一個月 让氣層恢復繁荣 慈濟的香雞飯 在正災之客 大大發揮良能 香雞飯的量 是六公噸 拜託叫所有人 來吃 他們就點到 然後真的就用他們的語言 去叫他們的人出來 語言不通 為了表達善意 透過簡單的英文單字和肢體動作 一樣能感動災民的心 而原本將送到三寶岩的簡易教室 只是提供毒魯萬先行使用 只供冒著烈日搭建 可是吃足了苦頭 第二客戶就是氣候 那邊的那個太陽真的很凶 都會中刷 或是破嘴 或是拉肚子 分享災區所見所聞 也展示災民寫的感謝卡片 內心感動不已 有人呆了一個月 歸國仍然欣喜菲律賓 輕輕踏上受毀的大地 走到最前做到最後 提供物資與精神輔慰 讓災民感受到全球的愛源源不斷 帶來信用小秋秉豪 特別報導 此季這次在菲律賓 帶動了許多善循環 毒魯萬是有一名里長 把他領到的束縛金 一萬五千非幣 再加碼一萬元到兩萬五千元 作為以公代證的經費 幫助了一百位受災民眾 只要有水龍頭的地方 就可以快樂的洗澡 在毒魯萬 貧窮家庭 家裡根本連浴室 廁所都沒有 但也自得其樂 而今天 三十七里里長做了一件 讓靈民更開心的事 他把領到的慈祭祝福金 一萬五再貼一萬元 共兩萬五千元 提供一日以公代證 幫助了一百位靈民 拼着全身力气来努力 15岁的肯 天生四肢不全 他来全是一份孝心 一天以供待证 250飞币 这一天 谋得了生活的尊严 也等于让街道 透去乌贵 稍喘一口气 戴新闻张胜泉 杨玉民 菲律宾 独鲁万报导